花蓮市复兴人行路桥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 但是年代久远加上使用率低 花蓮施工所重新规划复兴国小周边校园的通行安全 在11号的晚间8点开始就进行路桥拆除作业 一直到12号中午才顺利完成通车 而这也是花蓮市最后一座路桥 吸引了不少民众来围观要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1号晚间8点一到 工程人员在府前路及北新路驾起路障进行交通管制 准备进行花蓮市复兴路桥的拆除作业 而这座路桥不仅是花蓮市的最后一座路桥 也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 吸引不少民众围观就是要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以前有念过复兴国小 然后我妈妈家就住在这边 所以我们念书的时候都会走这个天桥 因为他以前天桥是有延伸到复兴国小里面的 然后我们小孩几个兄弟姐妹 也会在这个天桥上面玩小时候 所以 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回忆 复兴路桥新建年代久远加上近年来的使用率低 存在着治安隐忧 因此花蓮市公所配合步道整建工程 从11号晚间8点开始进行拆除作业 而市长魏佳燕及花蓮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副主席黄达翔也特别到场作证 关切工程的施作进度 这边有计划性的一些我们人行道的一些改善 那其实路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非常久了 那也不堪使用 那也有可能成为治安的死角 那所以造成可能一些孩童 甚至于一些我们没有人在使用 那其实也知道少子化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走斑马线 那也希望说采除之后 我们在人行道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改变 不管是在韩西门或者是这边的用户人 我们都可以让他们更好走 工程人员经过16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在12号中屋左右顺利完成通车 而复兴国小周边将接续进行 同学步道整建工程 范围涵盖华溪路 府前路和北新路等人行步道 工程在8月底已经开工 整体工程预计在明年3月下旬就能完成 记者徐立晴华联士报导